一故舞台剧大师李国修留给我们非常多精彩作品 其中一部《北极之光》 今年将要由他的儿子李思源改编成电影《极光之爱》 这是一个跨越世代的初恋传奇 也是他唯一一部纯爱剧作 李国修的妻子王月说 将先生的作品翻拍成电影 是他活下来的最大动力 也是他下半生的目标和直至 一故舞台剧大师李国修2002年推出的经典作品《北极之光》 现在由儿子李思源接手改编成电影《极光之爱》 纪念一段剧场传奇 我终于明白我不需要再问 我父亲他会怎么告诉我 怎么纠正我指导我 因为我发现原来其实 我父亲已经活在我的身上 而那个东西让我坚强 我不再害怕 我勇敢地去做我想做的故事 给编自李国修的作品《极光之爱》描述两段初恋 相隔24年后 面对不同的年代和价值观 却有着同样的执着 藉由极光传说 呈现出他们对于爱情和亲情的依恋 原初剧本经过大幅的修改 但仍然会以思念和爱情贯穿整部电影 妈 你安心地去吧 我帮你实现你的愿望 好不好 李国修的妻子王月说 把她的作品拍成电影 是她现在活下来最大的动力 除了《极光之爱》 未来五年计划在改编三部作品 用电影见证李国修的一生 电影《极光之爱》是屏风表演班的一次转身 因回望那最深沉的守候 拥抱一份永无致敬的孙念 为了帮极光之爱筹错经费 屏风表演班特地加演沙姆雷特 希望民众走进剧院支持 今年年底电影就要正式上映 重现李国修精彩的瞬间